不出我们意料 这次FOMC会议确定了不加息 未来是否要加息取决于接下去的经济数据 这一点大家也预料到了 不过看点证图 也就是美联储委员对接下去的加息路径的预测 麻烦了 18位美联储委员 9位说今年还要再加息两次 终端利率要推高到5.6% 有三位甚至说还要加的更多 这可比大部分的分析师和投资者 预计的终端利率要高得多 够硬派吧 美联储的官员们的理由也很简单 因为他们把今年的经济的增速 GDP的增速给调高了 失业率又调低了 但是核心的通胀却是调高了 也就是说美国经济很好 大家也有工作做 我们美联储就放心大胆加息 来对付升高的通胀就好了 这份决议出来以后 股市就立刻向下掉头了 然后国债收益率也走高 股市今年到目前为止 都是完全忽略了紧缩的金融环境 大家说会不会就此掉头了呢 我在这两天的会员视频里面 也对这个问题有了一些深度的探讨 欢迎大家关注留言和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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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点栏目